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 但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程 在这几天里 我不仅看到这边的名胜古迹 同时我也认识了一群 特别好的朋友们 进入熬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50米的门王 两家乡上镇刻着 40副古今历史人物的青石浮雕 让我感到惊叹 随后便是走过门廊 就可以看到极美解放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高耸入云 是熬园内的一处重要历史 以及十分的壮观 其次便是大色 这里不仅拥有独特的闽南传统文化 还有大色的魅力 一方面这里保存了大量的 闽南红砖古厕和中式 部分小巷两旁建筑不规则的墙面上 布满了色彩鲜艳 风格各异的大型涂鸦 奥巴文学院的建筑风格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里具有加工风格的 中西壁式建筑 中立辉煌 整齐优雅的排列于校园内 让我感受到这里展示了无尽的力量和威严 接着就是少林寺 这里竟然是李连杰拍电影的取景地 而且这里的风景也是十分的壮观 闽南 这个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地方 闽南的特色小吃有非常多种 从四果汤再到各类海鲜 每一样都值得试试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闽南的卤面 面条口味劲道 调味适中 浓稠着卤汁和面相互衬托 推荐大家都可以来试试 出到大陆 我就被这里的科技所吸引了 这里有着智能化的机器人和展馆 还有大陆的共享单车 等等的新型交通方式也让我印象深刻 不仅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更对保护环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还亲身体验了共享电动车 感到非常的新奇快乐 而当我第一次来到玄浮村 接触到沾花时 就感到非常的惊艳 沾花作为闽南地区的一种传统习俗 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在台湾完全没有的体验 让我感到十分的新奇 来到这里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友谊了 因此我也要感谢这次的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和我们的老师 让我可以认识到大陆的同学 并且他们都对我十分的细心关照 也很包容我 还带我去体验这边的生活气息和吃喝玩乐 很有耐心的讲解 也让我感受到大家都十分的亲切 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再来参与这个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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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再来参与这个活动的